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屏幕前的宝贝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金星老师 今天呢 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合理安排 合理安排什么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个谜语呢 说是节约一半 打一个字 你能想到是什么字吗 我们一般说字名 是不是往往可以从这个字的意思 或者说本身的字形上面来看 像这道题目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字形上面来看 节约一半 找节的一半和约的一半 那你是不是可以挑节的草字头和约的右边的这个勺字 它们俩可以合在一起变成什么呢 各一半组在一起成了一个勺要花的勺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从我们说字形上面去取了 一半上面来说的 那么节约 节约 今天要来节约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今天就是要来讲的是 就是通过学习合理安排 然后能来达到节约时间的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理安排是为了节约时间 对不对 马上来看一下具体都哪些方面可以让我们提到节约时间呢 比如说家务问题里面 怎么做家务才能够是这个合理安排一下 给他让时间尽量的短对吧 还有排队问题 这个排队问题不是我们上上结合学的排队问题 要用10分钟 然后吃早饭要用7分钟 洗碗筷要2分钟 擦桌子1分钟 灌开水1分钟 活特别多 妈妈很辛苦很忙 然后他说请你安排一下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去做完所有的事情 那么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 你就是想这个到底要多少时间能做完呢 得先明确一下到底有几件事情啊 我们可以拿这个ABCD来标一标啊 你看起来穿衣服叠被子 A这件事情3分钟 刷S洗脸这件事情呢 B4分钟烧开水 C10分钟吃早饭 D7分钟 这个呢是洗碗筷 E2分钟 然后呢1完了是F了擦桌子用 1分钟逛开水呢 1分钟 ABCDEFG有那么多件事情要完成 那么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大家想一下 做家务问题里面有两个点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有些事情它是有先后顺序的 比如说你一定是先做饭再吃饭 对吧 你不能先吃饭再做饭 你吃的是啥呀 空气吗 这肯定不对 有些事情我们说是有先后顺序的 对吧 比如你洗衣服应该是先洗再晾 不能先晾再洗 这个就反了 然后呢除了这个先后顺序需要我们注意以外 还有一个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说有些事情是可以同时做的 比如说像这道题目里面的烧开水 烧开水的十分钟你不用盯着它呀 你盯着它也没用 你盯着它又不会让它变快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干别的事情 对吧 所以我们说除了像这种 烧开水 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是可以同时做的 比如说洗衣机洗衣服 对吧 你听广播 你听广播的时候 你除非是你听特别需要认真什么听英语啊之类的 其他时候你要听一个什么新闻啊 或怎么样听故事呀 你是不是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听都行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有些事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你需要注意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做这道题目了 怎么来做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就烧开水的这个十分钟里面 你是可以干别的的 干什么呢 最好是不是去找那种 合起来也正好是十分钟的 是不是只要算一个十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先怎么写 我拿箭头和下面的列式一起写啊 首先我们说这个穿衣蝶背三分钟 这个A的话我们说就是可以需要用的吧 这个就是我们说三分钟 然后呢马上刷牙洗脸就可以干嘛了 四分钟 四分钟是不是要算的 对吧 然后到C C是不是烧开水有十分钟啊 我们可以选一个写一个勾一个啊 烧开水的十分钟的时候 我就可以干别的了 干什么呢 挑一个合起来正好是十的 比如说吃早饭 洗碗筷和擦桌子 这个下面的有一个D 七分钟 E 两分钟和这个F一分钟 这个合在一起 721合在一起 是不是正好是十分钟 那我是不是正好可以在烧开水的时候 把这些事情都给完成 只要计算一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安排 而总时间是多少呢 三四十一加在一起 答是十八分钟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的一个 家务问题了 是吧 好来看一个总结 好我们说在做家务问题的时候 哪个需要注意的呢 首先你要去标出 你需要完成的任务 有几件 你先用字母啊 或者用序号啊 一二三四之类的啊 把它给标出来 然后呢 说明确完成任务的一个顺序 刚刚说到了 有些顺序是不能乱的 像烧开水 逛开水 他们俩顺序就不能乱 先烧再逛 是吧 还有呢 找到可以同时完成的任务 比如说烧开水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用盯着它 可以干别的很多的事情 是吧 但最好就是让他们时间能够匹配上 你抄也行 不要抄太多 你空着时间也行 也不要空太多 最好能完全匹配上 对吧 然后最后一步就去计算一下 就可以了 计算所需的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家务问题 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那么马上你再来看一道题目 例二啊 也是同样的类型的题目 来看一下 说小明的已经上初中了 他早上起来 到学校前 有这么几件事情 是需要把它做好的 那么你怎么样安排 才可以在一小时内 哦 请大家注意 一小时是60分钟 对不对 要在一小时之内 把这些事情给它完成呢 其实做这种题目 我们说它给我们的条件 其实很宽 就是说的是一小时内 那是不是只要在一小时内 只要能把它完成就可以了 至于你的方法是唯一的吗 我们说就不一定了 有可能有很多种方法 对吧 只要在一小时这里就行 当然我们愿意做题的时候 用最简便的方法 把它给做出来 再来标一标嘛 啊 整理房间 比如叫标A 这个呢是B 这是C 这个呢比如说D E F 好 这么几件事情 先来挑挑 有没有哪些事情 是可以同时做的 整理房间 吃早饭 听新闻 哎 找到听新闻了 我们之前有讲过 听新闻的时候 你可以干别的事情 比如说吃早饭啦 或者是刷牙洗脸啦 整理房间呀 是不是都行 但是呢这个 有的人说到 那你的这个读英语的时候 行不行呢 大家注意要读英语的时候 你是做不了别的 你要含着一口饭呢 读英语 那肯定是不行的 刷牙洗脸 一边读也是不行的 所以这件事情 往往是需要我们单独 把它给做出来的 是不是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整理书包 是吧 那标一标 它虽然是 我们说不能跟别的东西 一起做 但是呢 它就是属于是要单独 去进行计算的 我们也算是一个特殊的事件吧 对吧 把它给标出来 好 那有了这个东西 以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了 我们说听新闻那边 有30分钟 我们说是不是最好 是跟别人来拼一拼啊 挑谁来拼呢 就你就想 听新闻的时候 可以干什么吧 比如说我们听新闻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整理房间 哎 这是可以的 吃早饭也可以 刷牙洗脸也可以 是吧 包括整理书包也是可以的 只要他们这些事情 没有超过我这30分钟 是不是就OK 所以这加起来是几呢 5加8是13 13加这个3是16 16加2是18 哎 没超过30分钟 这里面就有30分钟 对吧 在这个30分钟里面 你就可以干很多别的这个事情了 比如说 A需要几分钟 5分钟 吃早饭 8分钟呢 然后呢 刷牙洗脸 3分钟 有同学喜欢说是我先刷牙洗脸再吃早饭 那么有的小朋友喜欢是先吃点早饭再去漱口刷牙洗脸都行啊 这无所谓 ABCD 以及还有这个F也可以标在这边 整理书包两分钟 把这些事情都干完以后啊 那么我说你就可以专心支持着去读英语或者是读语文了 所以下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到一 所以合在一起的话 我发现是50分钟 这道题目是不是就做完了 当然答案不为一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说老师 你怎么能先整理书包再读英语呢 你一会儿不是还得把书给放进去吗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2 在读完英语以后 把它再给拆出来写到这里 是不是也OK 那就变成了30加20加2 52分钟 是不是也行啊 反正呢 只要让我们的这个时间小于多少 一小时是60分钟 小于60分钟的话 那么我们说是不是就OK 就是可以的 这种安排就是行得通的吧 刚刚老师说过了 方法不为一 你也可以去自己设计方案 只要在一小时以内完成 是不是就OK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说的注意顺序 找到共同完成的任务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做这类题目的一个要求啊 来看一个总结吧 就是我们说每件任务完成的这个时间 其实都是固定好的 你不能说我为了节约时间 我就去松转他做这件事情的任务 说我为了快一点啊 我这个新闻少听点时间 或者说我为了快点 我这个语文英语少读话 那都是不行的 该是多少时间 就是多少年 只不过有些事情是可以同时做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节约时间了 是吗 好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 这大题目 说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个取义反三吧 太医给了我们一张表格 差不多对吧 说的是李师傅晚上下班以后呢 到家要做这些事情 主要是在干嘛 看一下发现是在做菜 对吧 如下表 那么他说烧开水30分钟 洗菜5分钟 炒菜20分钟 减菜10分钟 然后说呢 这个喂菠萝热饭3分钟 烧汤10分钟 有这么多事情要干 才能完成一顿饭啊 说李师傅如果6点钟到家 他最早几时能吃到晚饭 要想早点吃饭 你干活就得快一点 而这些事情 我们说是已经时间是固定的 上一题里面 我跟大家讲过 我们做这些事情 每件事情的这个时间点 都是固定的 你不能说为了快 节约他的时间 只能说通过合理的安排 对吧 有些事情同时做 这样去进行一个这个节约 那么怎么去做这个题目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哪些事是可以同时做的吧 烧开水 肯定是可以的吧 因为你烧开水的时候 我不用盯着它 我可以干别的事情 是吧 还有没有别的呢 洗菜不行 炒菜不行 剪菜不行 微波炉热饭行 微波炉热饭的这三分钟 我是不是可以干别的事情 你也不用盯着它 机器会帮你运作 对不对 我发现这两件事情 是可以同时干别的的 好 那么顺序先把它给标出来吧 比如说A 我这次横着标啊 A B C D E F 好 那么这里还是有六件事情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哪些事情 是有先后顺序的呢 我发现还真有 你看啊 是不是先剪菜 再洗菜 再炒菜 它们三个是不能乱的 以及我们说这个烧汤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需要有开水 你烧了开水 除了可以喝以外 是不是还可以拿来烧汤用 所以其实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就是先后顺序 就是你可以先烧开水 再烧汤 烧开水的 三十分钟 在这个同时我可以干嘛呢 我发现我可以去剪菜 B是需要十分钟的 然后呢 洗菜是需要几分钟的 C是五分钟的 炒菜 E呢 是需要二十分钟的 这三个东西之间 应该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一定是先剪菜 然后是洗菜 然后再是炒菜 但是这道题目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发现你的这个 烧开水的三十分钟时间会不够 不够去干完这些事情 因为这里面十分钟 五分钟和二十分钟 合在一起 是需要有三十五分钟 你的烧开水只有三十分钟 但是我完成 这些底下事情需要三十五分钟 那这该怎么办呢 也要好办啊 你从生活实际上面来说的话 我就怎么办 正常做你的这些事就行了 只不过你这些事 做到一半的时候 水烧好了 那你就把火关了就行了 火关完以后还需要炒菜 就是炒菜的时候 已经炒了十五分钟了 对吧 你不能说我把这个五分钟 拎到这来行不行呢 先后顺序不能乱 一定是B的十分钟完成 C的五分钟完成 十五分钟过去了 你还可以再炒十五分钟菜 十五分钟菜炒完以后 你是不是应该是 再去加五分钟 好 这个东西弄完以后 那么我们说 这几件事都已经做完了 我就可以做什么事情去了呢 还剩下烧汤和味煸炉热饭 那有多数老师 你这也不够完成 我这烧汤十分钟呢 怎么办呀 那你就正常的烧你的这个汤呗 烧汤F是不是就十分钟啊 在烧汤的时候 你把微波炉给打着 微波炉的这个D是三分钟 是不是啊 等到他这个三分钟到了 自动就关了嘛 丁医生就关了 你就接着烧你的汤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真正需要去计算的时间 就是三十分钟加五分钟加十分钟 总共是不是就应该是四十五分钟 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 六点钟到家 完成这些加五的话 是要四十五分钟 那么所以我们说最早的时候 几点钟吃饭呢 我们说是不是就应该是六点四十五分 就可以吃到晚饭了 宝贝们 你们做对这套题目了吗 反正做这种题目的话 都说一个套路 什么套路啊 家务问题吗 先去看看有没有哪些事情 是有先后顺序的 先后顺序不能乱 第二个 有些事情是可以同时一起做的 那么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就可以在烧开学的时候 把好多别的事情都给他完成 是不是就OK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